各位学员大家晚上好啊 欢迎大家来到东方华为汽车电子网络学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YY教育67347179方间 每天晚上现场直播的高级汽车电子技术奔讯 那么今天呢 咱们这个课程啊 做一下小小的改进 就是从今天开始呢 咱们课程做一下小小的改进 这个 美姐课啊 以后呢 在上课的时候 尽量美姐课啊 咱们呢 都先通过汽车部分的内容啊 引导今天课程的内容 然后呢 咱们今天呢 先解决重要的问题 就是把今天要讲的内容 咱们先解决了啊 解决之后呢 这个有能力的同学 你可以下学就直接做手工了啊 然后的话呢 有问题的同学 老师呢 在这块呢 继续啊 给你解释 我刚才讲的东西不懂的啊 所以说呢 老师呢 从今天开始呢 换一种方案 大伙呢 体验一下吧 看看这种教学方案怎么样 如果可行的话 那咱们就大量的推进 如果可行的话 咱们就大量的推进 正常的推进 不能说大量的啊 应该正常的推进 那么好 这两天呢 咱们一直在讲电容 那么在讲电容那时候呢 这个讲电容的应用啊 昨天呢 咱们给大家讲了电容的生涯 电容的生涯 电容生涯这块呢 实际上啊 在咱们汽车的电脑板里 柴油供给电脑板 汽油供给电脑板 然后呢 还有汽油的直喷 在电脑板里面 你都能看到 电容生涯的身影 电容生涯的身影 什么意思 比如说 咱们 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安全气囊电脑 安全气囊电脑里面 是有电容的 对吧 太过的同学都知道 那个电容 你量过吗 多少伏 28伏 将近30伏的电压 然后汽油的电脑板里 他的电源芯片部分 有的电脑板啊 曾经有一个老师 有一个师父啊 到我们这来的时候 应该算老师 到我们这来啊 给我们出了一道题 啊 那是很多年前了啊 就是那个 M154电脑 那个时候普及量很大 可是我问你 M154的电脑 电源芯片上 24伏是哪来的 24伏干什么用的 有一个电容 当时我这个问题 记得非常非常的清晰 他提这个问题 其实呢 这个现象并没有 并没有 就是说这个 高电压这个现象 就高电压这个电源啊 电脑板芯片内部的 这个电源部分 并到今天为止 并没有取消 你像M7的电脑 现在相对来说 也很普及 那他的电源芯片上 就有20多伏的电源呢 电源芯片上 就有一个20多伏的电压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 高电压干什么用 这是今天 咱们老师要给你解决的 就电脑板上 高电压干什么用 因为咱们学电子 比如说学电子干啥 学电子 让你懂电 是如何工作的 然后的话呢 这个对电 有一定理解之后 修汽车电器 修汽车模块 就容易多了 那么好 昨天呢 昨天啊 咱们跟各位同学 说到这了 说到这了 这个的话呢 是 就是说这个 EDC17754 柴油电脑板里面 它的喷油驱动 声压部分 声压部分 喷油驱动的 声压 电路部分 那么在这里呢 VDD这个角 是5伏的电压 但是通过这个芯片之后 通过这电容和这个芯片之后 从这个角出现的 就能达到 按道理来说 应该是10伏 但是它是8.3伏 为什么8.3呢 因为这块有两个二级管 二级管有管压降 它会去掉两个管压降 但实际上呢 如果不算管压降的时候 这块应该能达到10伏 但是达不到10伏 这块呢 就是8.3伏 现在 通过昨天的学习 大家对这个电路的理解 通过昨天的学习 大家对这个电路 有没有一个全新的理解 就是说这块如何升成8.3呢 还有没有问题了 还有问题啊 有还是没有 昨天实验做没做 下课我可留作业了 实验做没 做了是吧 好 那么老师跟你看 这个是不是昨天的实验 vdm这个角是5伏供电 先弄明白啊 这个位置是5伏供电 然后呢 这个角这是5伏供电 咱们学这东西干啥的 学以致用 学完之后就是给车上用的 给车哪用的 昨天咱们并没有骗你吧 学完就是车上用的吧 你意识不到 今天你能看到 现在 正5伏电源是在这的 首先 现在这块有个开关 这个开关如果在这个位置接地 这是充电开关 这个开关接地的时候 正5伏经二级管 经电容 下来 经开关入地 此电容充电 上证下副 充电电压为5伏 随后开关打在上方 随后开关打在上方 正5伏从这出发 负 正 此处电压10伏 10伏往这边走 走不过去 因为这是10 这是5 二级管 单一样导通 过不去 它只能通过这过来 这块电压是10伏 然后这个电容在这起 滤波作用 还有不懂的吗 这就是昨天的作业 好 这个是昨天的作业 因为没有做引导 我告诉你 这块学不是白学的 好 那么今天呢 咱们继续做第二个引导 就是说这个在电脑板上 还有什么样的电路 咱们能用上的 就是这个电路 刚才这个属于一倍压生压 这个电路属于一倍压 就是二倍压 这属于二倍 升起一倍了 在原地上升起一倍 然后 这个 这个啊 又是多级倍压 三级倍压 这个也是柴油供轨电脑 汽油直喷电脑 必备的电路 这个是在昨天电路基础上 做了一次升级 做了一次升级的改造 那么这个电路呢 也是电脑板上应用的啊 这电路也是在电脑板上应用的 那好 咱们看一下 咱们看一下 咱们同学不是说学这东西没有用吗 学这东西不是修车用的 从今天开始 老师讲课啊 就采用这种方式 我先把电脑板上的电路给你搬下来 这是车上的吧 没毛病 对吧 老铁 好 那么在这里 这个VA正 老师跟大家说啊 好 VA正这个位置实际是24幅 看啊 我给你怎么做多级被压的 然后呢 这个位置还是VA 还是24 这块有两组开关 注意啊 这有两组开关 这两组开关独立运行 这个开关呢 由芯片内部的电荷奔控制来弯强 由电荷奔控制电路来弯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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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弯 看好 怎么看好 老师这是零基础吗 是啊 零基础啊 我从零基础讲过来的 昨天刚讲完这个 首先啊 看此路 二十四幅怎么来的 哦 二十四幅如何来的 这根线是与电瓶 与汽车的电瓶连接 咱们汽车电瓶的 两个十二幅串联 串联联联好之后 产生了二十四幅 然后这二十四幅呢 经过电脑板的电源迎角进来 动到了这个电脑板的这个角 就是二十四幅 然后呢 这个芯片也得有供电呢 所以说芯片内部也有个二十四幅 啊 哎 好 最后知道二十四幅怎么来了吧 好 然后呢 这个电脑啊 这个开关啊 这个开关啊 注意这个位置是个开关 老师把这个开关给你大点画的 看着电脑板里头是怎么工作的 大点画的 这是把昨天的内容啊 给老师给你做了一次拓展 明白吗 哎 昨天内容给你做了一次拓展 这块有个小开关啊 这小开关上下动啊 啊 这小开关上下动啊 这内部啊 有个小开关 上下动 就是重新画原理图啊 此图为电脑板原版图 结图下来的 啊 就是电脑板原厂电路图 啊 结下来的 非常的真实 啊 这不就怕咱们同学说这个东西不是电脑板用的吗 不是电脑上用的 不是车上用的 我给你原理多少往下截 颜色都没给你变 然后呢 这位置是24幅 哎 好 老师问你 这个开关接下面的时候 正24 经二级管 经这个电容 经这入地 此电容充电多少幅 二十四 即将 右正 左腹 没毛病吧 是不是还是咱们讲的图 但是 可但是 啊 当 此开关 打在上方时 此处电压多少幅 就是小力点的电压 当开关打在上方 此处电压 四十八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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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八幅到这里时候 往二十四幅和六幅 这两个方向能不能走 我先问你 四十八幅往二十四幅去和六幅去 哪个方向能不能走 不能走 这四十八幅憋得难受啊 啊 憋得难受 那他只能往上走了 上面走这条路是通的 是不是啊 好 注意 这两个开关 他俩较劲 怎么个较劲码呢 这六幅干嘛 六幅跟你没关系啊 在这个电路里 六幅跟你没关系 别看他 看他还闹心 这俩开关 较劲什么呢 就是你接正的时候 我就接父 你接父的时候 我就接正 他俩较劲 你明白吧 我说的 明白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下面这开关接正的时候 我这个开关就接父 他俩是来回反的 对着干的 那上面开关接父 那好 这回你看啊 48分经二级管过来 经这个电容 下来 这样 入地 这个电容 充电 右正 左腹 48伏 对不 这个绿色电容充电 右正 左腹 48伏 没毛 老铁 没毛病 好 随后呢 这哥俩啊 这哥俩开始转换 这哥俩呢 他跑下面去 这哥们跑上头去 此时 24伏 从这儿出发 经过这儿 负 正 这点电压 多少伏 24伏 24加48 是不是 72伏 72伏 通过这个二级管 因为他不能再往里往下走了 这是48 这是72 他不能往下走了 他只能往上走 通过这个电阻 过来 给这个电容充电 这块是VA正 VA正实际是G24伏 然后这块的话呢 是78伏 假如说啊 是78伏 72伏 72伏 72 实际电容 这个通电 通的是下正 上副 对吧 然后这电容里 存电存多少 存了 48伏 对吧 所以这个电容 它叫绿波电容 有些人叫绿波电容 是对地绿波 怎么还对正呢 你注意 如果对地的话 这个电容的充电是72伏 耐压比较高 这电容两端电压是78 但是如果把这个角 接到24上 它负极 站在站高度站起来 站个高度起来 所以这头72 它俩压差 实际就变成48了 明白了吗 这个电容的 绿波电容的负极 实际这个是绿波电容负极 为什么要接到24 它应该接第一代绿波 为什么接24 就是减少电容两端的压差 是这样 48伏应该有两路 怎么有两路呢 这48从从这过来 是这吗 我先问这个事 咱们别整蒙了 别整把这48 别搁这块 搁这块干蒙圈了 来 我问你个事 这块是72 懂吗 24 48加起来 这点72伏 就现在这点72 72 能不能往下走 我先问你72 能不能往下走 不能 是不是只能往上走 往上走 这的电压变72 对吧 好 72这个电压 因为啥呢 这开关 它是不停的动 你这个位置 是不是需要一个绿波电容 你绿波电容怎么接 绿波电容对地接 这个绿波电容承受电压 多少伏 这个绿波电容 如果对地上正下腹 得存72伏 对吧 好 那这上正下腹 存72 那这时候会造成啥呢 这电容72伏容易打穿了 电压太高了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老子把这个地线给它断开 给它接在24伏上 那你这个电容充电 实际是72减24 这里面存电 存了48伏 这电容是不是就不容易击穿了 那压就低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吗 是吧 好了 是专格内压高都不行吗 可以呀 在实际电路中呢 注意 这个电容呢 为贴片电容 注意啊 此处电容 为贴片电容 然后呢 贴片电容呢 一般耐压为60伏左右 一般在60伏 那现在你把72伏割上 这就爆飞了 对不对 这72伏割上就爆了 那怎么办呢 因为你这种情况下 那就不能用贴片去了 那你就得找一个 耐压100伏的电容 直插的割上 直插电容割着多费劲呢 是不是 说下面这48伏什么不能用啊 你的意思把他直接接这呗 是吗 我自信自信啊 你的意思是把他接这呗 这48伏上多得劲啊 是吗 但是你接这你可知道 这48是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的 这是动腾的 好了啊 此电路 是咱们今天上课之前 把昨天的课程做了一个引导 老师告诉你 就是通过这个电路告诉你 老师讲到买个电路 都不是无缘无故在那讲的 你不是看不到车上 这东西是不是给车身用的吗 我今天给你搬过来 原分不动从车身给你搬下来 你看 这图是不是给车身使的 就是这电路 以后我没讲一个东西之前 我都会把汽车上 为哪块用这个电路 我跟你说一下吧 这样怎么样 感觉怎么样 用在哪的 啊 是用在哪的 这样的话 你不就知道啊 原来是汽车上使的 不是老师在忽悠人 对不对 学的不是没有用的 看着有点蒙的 不要紧啊 此图放着 今天我说先讲东西 不懂的 一会儿再说一遍 啊 好了 因为有懂的 老这么讲就 磨叽了 啊 好 下一个 咱再做第二个引导 第二级引导 第二级引导是什么呢 在咱们电脑板上 有这么一个芯片 叫IR20153 它是一个八角芯片 八角芯片啊 注意 在这个角到这之间 啊 注意啊 是这个两个角之间 啊 这两个角之间 啊 我看一下啊 我看一下 1234 第八角 第八角 对 在第八角 这块有一个电容 啊 这个位置有个电容 此电容有一号 啊 此电容有一号 这个电容叫自举电容 啊 哎 叫自举电容 首先我先问你 自举电容 这个东西在电脑板上 是不是存在的 啊 这电路你看见了吧 啊 就这电路在电脑板上存在的啊 不是说我在瞎蒙的 好 我现在就给你告诉你 这自举电容 在电脑板上起什么样作用 起什么样作用 那么谈到这个电路的时候 啊 老师呢 要给你画一个电路 要给你画一个电路 啊 这个电路呢 是这个样子的 说样 有这么一个寄电器 哎 这个寄电器呢 接法是这么个接法 然后呢 下面接灯 下面接灯 然后接地 然后这呢 是正级 那么这个电路呢 各位啊 你看 老师画这个 你们先等一会儿啊 现在这个电路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这个位置 装一个开关 哎 装一个开关 我这个开关呢 一合上 实际就是让接电器新上 对不对 然后最终呢 正级过来把灯点亮 我问这个电路能不能实现 能不能 不能 这个电路装上之后会出现什么情况 会吱吱的响 对不对 嗯 他接气会不停的闭合 断开闭合 断开闭合 断开 对吧 好 现在 我要求对这个寄电器进行改装 对这个电路 这对寄电器进行改装 要求他不断开 怎么办 启用自举电路 自举电路需要有两个件配合 自举电路需要有两个件配合 第一个件 是一个二极管 他将电源隔离 他将电源隔离 这是第一步 当然了 这个大电流部分呢 可以放在这边 当然啊 就是这个大电流 我说的明白吧 就是这个大电流 可以接这 可以这样啊 可以隔这 可以这样 大电流可以这样 就没毛病啊 大电流 这是第一步 第一步改造 然后第二步 最重要最重要的地方 就在这 在他的正级 对寄电器 下端位置装有一个电容 这个电容 叫自举电容 这个电容叫自举电容 各位同学 我告诉你 如果没有这个电路 柴油的喷油器 将无法完成喷油 汽油的直喷的喷卷 无法打开 就是没有这个电容 就什么都废了 所以说在这个电路中 各位啊 在这个电路中 这个电容 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只能吗 对电容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说他怎么做到自己的 做到自己的 是这样 首先 正不管是12也好 24也好 经过电容下来 经过登入地 电容是否首先先充电 上正下腹 电压充成了 12伏或者24伏 对吧 首先先说这事 12还是4 那么实际上 这一点的电压 注意啊 这一点的电压 实际上就是12伏 没错吧 现在电容正极的这点电压 12伏没错啊 二级管那家将咱们别算 就12 看着啊 怎么自举的 好 当你开关一闭合 这是你控制开关一闭合 这时 正12伏 经过开关 经过线圈 经过登入地 这时候呢 继电器线圈 得到磁力 除点 卡 闭合 一闭合时 12伏电压 从这 电流从这下来 这个灯点亮 对吧 这灯 这灯 这个除点一细合 这是不是12 好 此处12伏与电容串联 这电压由12变成多少了 变成24 这种现象叫自举 这种现象叫自举 然后为什么加一个二级管 就是当这点电压为24的时候 防止通过二级通过这条线 倒给电容 倒给电池充电 听懂了吗 这哪里 这灯呢 这哪里的灯呢 这不灯吗 首先电压自举 明白吗 由12伏变成24 这是不是自己把电压就升下来了 问哪来的24 好 我再说一遍 我问你一件事 遵循如跟上 这时候理解到了吧 不学习 就直接学修铁刀 学修铁刀吧 是不开玩乐呢 别说开玩笑 是不开玩乐呢 是不拿你钱在那玩呢 首先 再说一遍 正极 正电流在通电以后 经电容 下来 经灯泡 下来 入地 此时 电容充电为12伏 即性为上正 下负 电压为12伏 在这个位置 把这个点的位置为12 现在呢 咱们把开关闭合 第二路电流开始 从这 出发 经过 开关 经过线圈 经过灯泡 入地 线圈 线圈 产生 吸力 除点 吸合 大电流 从正极出发 经开关 除点 经灯泡 入地 灯泡 发光 发光后 灯泡 上方电压 为12 这时 此处12 与这个电容的负 正串联 此点 对地 电压 就这个点 对地的电压 为24伏 平地 升起 12 平地 升了12 变成了 24伏 这个现象 叫做 电容的 自举 电容 自己的 电压 没变 电容的 自己 电压 没变 这种现象 叫自举 就是啥呢 你这块 有一个 小木板 就是你这块 有个小木凳 这个高度呢 是12 12厘米 它在地面上 在地面上 这个高度 是12 你呢 现在呢 你把它抬起来了 又拿了一个 12公分的东西 垫起来 他俩一 螺螺 这个上面 对地 就是24 这种 这个电容 叫做自举 凸轮轴 传感器上 为什么有 12伏电压 那凸轮轴 传感器 就应该有 12伏电压 那不是 为什么 那就应该有 5到12伏 而且还得 两 然后呢 挺好的 因为变成24了 底端12 上端24 线圈的压差 还是12 对不 这线圈 是不是还会继续细合 就不会直直响了 对吧 短期内 至少 在短期内 线圈还会细合 是吧 它不会直直响 这个电路 能保持多久 实际上 就看你电容 存多少电了 对吧 实际上 就看你电容 存多少电了 那么这个电路呢 你可以理解为啥 你不用关心 这24伏的事 也可以 也可以这样 它实际上 这个电路啥呢 是电容里面 存了12伏电 你开关 这一盒呀 就等于这个12伏电 电容里12伏电 给了谁呀 给了寄电器 是不是啊 这个电容里电 给寄电器放电 这儿的电压 是多少伏 跟寄电器 实际没关系 对不对 你这块是100伏也好 46伏也好 1000伏也好 跟我寄电器 没有关系都没有 寄电器里面 走的电 实际是电容的电 听懂了吗 这个电路可以 把它应用在 任何一个电压领域 就这个电路 你可以给它应用 在任何一个电压领域 OK OK 实际上开关闭合 就是电容存电在放 这个电路 画下去 画到笔记本上 完了吧 寄电器都玩不明白了吧 是不是寄电器都玩不明白了 还不懂呢 我再说一遍 咱把二级管去掉 咱们别整二级管 整那些事 事事的 现在这个电路 我这么的 我先给这电容 充着12伏电 这个明白吧 啊 这电容 我先充着12伏电 这懂不 那我演示一下 老师这有个电容 我充上12伏电 充上了啊 这电容里是不是有电 我往寄电 它在漆上一击 这么咔嚓就牺牲了 而咔嚓又放开了 啊 这个懂吗 电容存的电 往寄电器里一击 它咔嚓就牺牲了 这懂是吧 啊 这明白 好了 那再回来看这个图 我这电容 存着12伏电 我这一 我这 我这个 你合上 电容 对着这个寄电器 现出而放电 寄电器是不是 咔嚓就吸上 哦 吸上灯亮不亮 亮 那么这一点的电压 对地 我接一个电压表 多少伏 啊 啊 是吧 24 还有问题吗 为什么24 因为正是12 电容里面是12 正 负 正 是不是串联 你关心放完电 那毛用了 我现在没放呢 现在电没放 你别关心放电 没放的时候 是吧 24 生压 电容自己 是不是电压 自己就起来了 这种现象叫自举 听懂吗 这种现象叫自举 说这个寄电器 为什么要经过灯泡打铁 有些电路要求 你就必须这样 你 啊 有些电路要求 你就必须这样 自举以后 电压升24 然后 电容 这不对寄电器 放电 寄电器 吸合灯亮吗 这不就解决了 灯不吱吱响的问题吗 啊 解决了灯吱吱响的问题 是不是解决这个问题了 哎呀 嗯 好了啊 老师不等了啊 不等了 说老师呢 为什么这么说呀 我先给董听明白的人讲啊 说老师那你这样的话寄电器有意义吗 因为啊 咱们正常啊 正常情况下 它是一个场管 哎 电源从这进来 经过二机管过来 这个是自举电容 这个自举电容呢 他把这个 这个这块不有电吗 这个电通过内部放给场管 啊 这个场管实际是不耗电的 这场管两层的电压实际是没有多大 最好的 所以说它很小的电容就可以把场管打开 而且能让场管维持住 啊 是这意思 但是呢 现在呢 咱们没学场管 我只能用寄电器来代表这场管 因为这个场管要求正150伏 比如说这个位置是150伏 然后场管导通之后 给这个电阻供电 供150伏之音 啊 那么供150伏电 就相当于啥呢 现在你看到这幅图 现在 这儿的电压是150伏 上方是150伏 你现在 这个 寄电器吸合 寄电器吸合 这个灯实际是150伏 你得让它能吸上 怎么吸 你得用自取电容去推 那么这个电路 老师 老师 带着你做一下 事实胜于雄面 事实胜于雄面 如果这个位置是150 那这块的话 加12 那就得是162伏 对吧 如果啊 是150伏下的 这个电容 这块就162伏 啊 不需要事实 看好这个图 不用 今天咱们就研究自举 这是寄电器 这自举还蒙圈呢 就是每天咱们就研究一样 一两样东西 这是寄电器 然后呢 这是寄电器的锄点 这是灯 入地 这种概念 这个就转开啊 划错了 再换一张 再换一张 我们换一下了 啊 有变 图300伏了 你怎么还整出300伏了呢 就是开关 二D管 过来 电源 这儿 自己电容 啊 好了 自己电容 放这儿 放这个位置 啊 自己电容 因为上电 这边是正 这边是不 啊 然后呢 这是寄电器 啊 寄电器 这两边是线圈 啊 然后这是图点 啊 然后再准备一个二级管 就OK了 啊 再准备一个二级管 就OK了 啊 这样的话呢 这电路是搭起来 再来个灯泡 啊 再来个灯泡 啊 就这点东西 啊 这就是它的结构 啊 一会儿焊 因为有了这个自举电路 这是它的芯片 因为在实际应用电路中呢 在汽车上 它不可能用开关去替代 就是它得用这个芯片 这芯片就是20153 咱们具体呢 讲电脑板 那就是跟大家说 但是我告诉你 这里面扮演有这么一个电容 这个电容 现在你看到这个电路 叫自己电容 啊 叫自己电容 哎 现在你看到的这个位置 就整个这个芯片电路 是电脑板上的 嗯 好了 一会儿我给你焊啊 咱们再解决第二个问题 咱们就完事了 软启动电容 软启动 看 软启动 啊 把这个软启动电容呢 这个电路你画一下 软启动电容的电路画一下 字也写啊 软启动电容呢 它一般接在开关电源的开关管的系细上 啊 防止在开启电源时通过浪拥电流过高 啊 那峰值电压 加载在开关管的系细上 导致开关管损坏 软启动 软启动 缓启动 都行 啊 你说积极啊 行吧 山机 不能叫积极 也不能叫山机 应该叫控制机 对啊 要控制机呢 因为你三机管机叫积极 长管叫山机 这没法说 啊 防止过高的峰值机 要加上导致 防止过高的峰值机 要加在开关管的控制机上 这两件事讲完了啊 咱们电容 这也是实际上应用的啊 实际应用的 你先抄啊 行了啊 快手这块就这样了啊 我关了啊 再见了啊 快手的同学 那个管理员微信发一下了 我就关了 挂的没得大意义 再见 你还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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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二级管啊 这是场管 这个是绝缘闪行 增强行 批勾到场管 图画下来 画不好不太清楚是吧 好 你画不好的同学 你先等等 能画好的画 这个字你都不用抄啊 这些字你都没关系 这你都不用抄 什么22啊 什么 行啊 你这个行 这些抄也就行 这上面不是萌压管 是这个芯片内部自带的管 这些抄也就不用抄 我一说你就明白 这个叫什么电路 电源软启动电路 电源软启动电路 这个电源能软启动全靠这个C1的电容了 什么是软启动 软启动 我给你讲 这查完了吧 好 看长 王老师给你讲这个电路 讲G电通过G电器大法 通过G电器大法给你讲这个电路 首先 这个 这个 这个啊 这小子 这个场馆 批勾到场馆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G电器 这个G电器呢 是这么个工作的 你看 马老师厉不厉害啊 手机电器是这样工作的 VDD是什么 是电源 是电源 12V 这面呢 是12V的输出 啊 这是不是12V的out吗 啊 那么啥呢 这个12Vout什么时候能输出啊 红角 接地 G电器 Cover 吸上 out就开始了 对不 简单是吧 好 下面这小子呢 还是个G电器 啊 下面这小子 还是个G电器 这个G电器是啥样的呢 是这样的 嗯 嗯 那也就是上面G电器 能不能吸上 实际是受下面G电器控制的 明白吗 哎 也就是说你给下面这个G电器送电 比如说送12V 这12V从这进来 然后通过导线 通过这电阻过来 经线圈这样入地 G电器 咔嚓 吸上 G电器一吸上 这个12V经这 这样 再入住地 上面G电器 咔嚓 又吸上 明白了吗 哦 它实际上是用底下的G电器 带动上面的G电器 不明白 汽车 有启动机吧 啊 来来来来来 不懂的 汽车 有启动机 启动机 上面是不是磁地开关啊 磁地开关里面有两组线圈 接地的呢 叫保持 接电器 接电器的呢 叫吸引 是吧 接这个叫吸引 然后呢 吸引和保持呢 都有一根启动线 就有一根线 是吧 然后呢 这个烛火线过来 这 接这 这根是烛火线 就他 他俩是一样的 现在呢 这个小子是不是一个G电器 是不是一个大G电器 对吧 这大G电器 直接干活 是不是干不了 太大了 不 不能说干不了 这G电器 不能说干不了 就说你直接给他送12V 是可以工作 电流大不大 大吧 嗯 你这个大电流的开关 能受不了吗 受不了 受不了怎么办 人们很会玩嘛 在大G电器后面跟一个小G电器 是不是 这小G电器呢 每名其约叫启动G电器 是不是 你给这个启动G电器送电 它吸合 这块是不是小电流 注意了 这是个小电流 然后这块的话呢 走的是大电流 是不是小电流推大电流 它俩都是G电器 最终完成是电机转 就没毛病吗 嗯 好 那么现在呢 我再跟你说 上面这G电器呢 是大电流G电器 然后呢 这个G电器呢 是小电流G电器 小的推大的 明白 还有谁不懂 这明白了啊 小的推大的 这跟软体都有什么关系 来咱们开始解决问题啊 你不是看不懂管吗 我让你先看懂这电路啊 这电路怎么工作呢 小信号从这过来 它这一吸合 小电流控制这大电流 这大电流是不是过来了 那我问你 这个G电器在吸合的时候 这G电器在吸合的时候 从这过来的电流 有多猛就能过多猛 是不是 这个除电一吸合 这能有多猛就过多猛 对不 这电流不哐唱一下就起来了吗 如果按坐标图算的话 这是时间轴T 这是电压 电流啊 不是电压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电流本来平时没有电流 你这G电器一吸合 咔嚓一下 电流就干起来了 就一个大火球的出去了 冲击猛不猛 猛吧 就这一个出演 这电流一下也干过去 那咱们怎么呢 它不猛呢 不猛的方法最好是这样 不猛的方法 最好是这样的 看到 它刚开始是断开的 随后呢 内部是一个电阻 这个电阻呢 从组织最大 这个组织最大 然后慢慢的变化 变化成组织最小 变化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组织最小 那也就是说 让这个电流 最理想的状态 就是让这个电流 慢慢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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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到最大 是不是防止冲击了 那有什么招 能让他慢慢的上 有什么招 让他慢慢上 这个电容就有用了 什么意思 你这个初点 咔嚓一接地 你可要知道 电容第一步是先充电的 正极经电容下来 这样 入了地 电容是短路的 通电瞬间 对不 短路实际 这组织电器是不吸的 对吧 组织电器是不吸的 因为他 他闭合一瞬间 组织电器不吸 电容是从短路 电都从这走了 就说这意思 电都从这走了 随后电容充满电 这个组织电器的电流 才开始走 这组织电器的电流 才开始走 这个正极从这 这才开始走 底下12伏从哪来 那这样 此开关一合 就是你要什么人一拧 12伏过来给启动组织电器 启动织电器 咔 一吸合 然后启动 然后这个 这个启动机上的这个电子 特地开关 咔 吸合 出去给电机 有这个电容带呢 实际是让这个组织电器啊 是 他这时候就不能想象成组织电器了 让这个场管 实际这块是一个场管 让场管呢 慢慢的倒通 慢慢的倒通 这一下倒通 慢慢倒通 那么这时候呢 就是电流呢 慢慢的上通 哎 等了吧 延迟一会儿啊 延迟一会儿 实际上呢 再回到这个电路来啊 再回到这个电路 你要知道啊 这是一个P楼老场管 它是靠接地 这个场管才能倒通 才能倒通 那你想想通电的瞬间 因为这个有正疑 通过这过来 这样是录地 这个场管的 这个啊 闪源之间啊 闪源之间 是 没有电压叉的 他俩之间是没有压叉的 刚开始 为啥呢 因为电容通电瞬间是转路的 啊 就等于一条导线 直接接这儿了 对吧 这个管是不通的 然后呢 这个电容随着充电 这一点的电压 是不是逐渐下降 是吧 啊 因为电容充成电之后 这一点电压就开始下降 两端的压叉才开始出现 啊 两面的压叉才开始出现 这个管才开始导通 所以说它的导通是慢慢导通的 因为有这个电容在 让它导通减慢 啊 让它导通减慢 是这么个意思 所以说呢 这个啊 它的输出是慢慢上升 看 这个斜度 慢慢上升 为了限制浪涌电流 软启动 Z124引入开关电路中 啊 当Q2极电机 这个三极电位变低时啊 这就变写了啊 这就变写了 你就看这就行了 它这个输出电压是慢慢上升的啊 这个输出是慢慢上升的啊 是这样 好了 解决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啊 你那个变写了 你那个变写了 变写了 想写啊 写什么 为了限制浪涌电流 软启动电容 软启动电容 Z124引入到电路中 当 当 Q2一电机 这管在这啊 当通电瞬间 G2一电签 读移 好 C1 电容C1 电功C1 电容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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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入 与 oper正合 场馆 场馆 闪圆 山 雨 雨 园雨 之间 无 压差 场馆 不通 不通 当CE 通过 二色 应该是 充电 充电 后 秀一 闪圆电压 山级 鱼 圆级 身间 电压 压差 慢慢 不见 慢慢不见 从而控制 就一伙伴到头 那就 一伙伴到后 到后 有一扇 meio 闪圆 前面 下 安 使输出电流 不会发生突变 提到 环节 电流 输出 冲击 现一下 我再读一遍 为了限制输入电流 将软启动电容 C124引入开关电路中 当通电瞬间 电容C1转入 长管闪及原机之间 无压差 长管不通 C1通过 R4充电后 Q1闪及原机之间 压差慢慢出现 从而控制Q1缓慢导通 使输出电流 不会发生突变 起到缓冲 起到缓解电流 输出冲击 好 解吧 好 R1是关断电阻 上面是关断的 第一次 转上 Cash 全家 转上 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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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 再加上一碗 再加上一碗 一会儿说 讲完了吧 因为大家电子元件未学啊 能听懂多少算多少 我再跟你们说一遍这事 你们能听懂多少算多少啊 这个电路中注意 这个电阻 这个电阻都属于关锻电阻 抗干扰关锻电阻 说怎么关锻呢 为什么要用关锻呢 我一说你就明白 这个三机管呢 相当于这样一个寄电器 相当于一个这样的寄电器 它俩是等效的啊 这电路 这头是接地的 这个角 这个角就相当于它 相当于一号角 它俩相等的 明白吗 就这个角加电 它就导通 就这个角你一加电 它就导通 听懂吗 好 如果能听懂的话 我告诉你 这个寄电器 它是几伏的呢 是0.5伏的 这个寄电器是0.5伏的 可以有吧 这个寄电器0.5伏 是不是可以有 有5伏的 3伏的 怎么就不能有0.5的呢 那么好 我问你 如果这寄电器工作电压是0.5伏 就你那小手指 轻柔的摸一下 这 有没有可能 你跟手摸一下 这小手指 你摸一下 这个角的时候 这天气咔嚓就吸成了 有没有可能 有吧 而且我还说了 这小线如果长一点啊 就这小线长一点 空中的电都能过来 如果过来的电 如果能达到0.5 这寄电器 是不是喀巴尔也吸上了 那怎么办 在这 对地加一个电阻 对付一加一个电阻 加电阻干啥 就是你拿小拇指摸这 产生的电流 全都经电阻入力了 你电流不够 你根本不能吸 这电阻 它就属于关断的 防止干扰的 明白吗 听到吗 我用来分压的 谁教你分压的 这个电阻装的这个角 就是防止干扰的 那这个电阻 222干什么用的 那问你啊 222是干什么用的 是这样 你小子 本来这个寄电器 5伏就够用 0.5伏就够用 你小子把12伏接着了 那这寄电器 不咔嚓就冒烟了吗 线圈不一样烧断了吗 对不对 都别说别的 你就拿一个 这个寄电器 假设是个5伏的 你12伏接着 这寄电器也得烧啊 对不对 怎么办 在这加一个电阻 做线流 这样的话 这个电阻 是不是就不让 寄电器先全烧了 明白吗 这俩电阻的作用 明白了是吧 这个是关断 这是关断的 防止干扰用的 这个是限制 从这过来电流的 你看 不懂电子的人 我得让你明白 上面这个 这小子 它还是个寄电器 但这小子 正极是接着的 然后这个寄电器 是这样的 这寄电器 对不起 它还是0.5伏 好 那你这时候 你跟小手一摸 12伏 在这头 这头只要达到 11.5伏 寄电器 喀巴就吸引了 是不是 对吧 只要你一摸 这点 变成11.5伏 寄电器 喀巴就吸引了 那怎么办 这给你装一个 小电阻 就是你一摸 就是你一摸 这点电压 从12要降到 11.5的时候 这电流 从这过来 给你提供 它实际是一个电阻 是不是还是抗感扰用的 你就你各种摸 从这里 得过来 很大的电流 过来 给你提供了 不让 不让这点电压 降下来 对吧 就是这个还是关端用的 只是不一样的 在哪呢 因为这两个寄电器的 结构不同 因为这个寄电器 是加12伏 它吸合 而这个寄电器 是接地 它吸合 是不 就是他俩 结构不一样 就是关端电阻 接的位置不一样 然后呢 接着再说 那你这个寄电器 这个角 这不控制角吗 就这个 这个角就是控制角 它俩是一样的 这不控制角吗 这角就控制角 这控制角的话 你直接接地 这线团不烧了吗 因为这线团就要0.5伏 你这一接地不烧了吗 所以说这加个电阻 限制 你接地的电流 是不是就不烧了 是吧 就是这个电阻 是限制线圈电流的 这个电阻 是限制 从这下来电流的 明白吗 因为最终的结果 不是这么控制吗 是吧 你要是没有这个电阻在 就是这个电阻取消了 它一吸合 这个线圈不烧了吗 烧了 也就是说啥呢 这个电阻 是限制它电流的 这个电阻 是限制往这来电流的 它俩是一样的 它俩是一个功能 它俩是一个功能 明白了吧 讲下 讲下吧 它俩一个功能 我给你圈上 就是一个功能 然后呢 通电的瞬间 再跟大家说了 因为通电的瞬间呢 电容为短路状态 就这个线呢 直接就过来了 就这么入地了 就这样入地 通电瞬间啊 因为它是直接入地的 导致了 就这俩脚 咱们不说闪圆之间吗 无压差 因为它是短路的 这两段之间没有压差啊 这不整个等于它俩个导线连上了吗 对不对 连上就这是12伏 这也是12伏 它俩之间没有 没有这个 0.5伏的压差 对不 嗯 就相当于啥呢 在这个位置 这不有个电容吗 和这之间 如果这机电器一吸合 它是不吸在上面 为啥呢 因为你这一吸合 这等于12伏 直接到这 这也是12伏 两头都12 老铁门机电器能吸吗 不能 对不对 不能吸 所以说你这个三级管 就这个角一导通的时候 由于这两段没有压差 所以说它是不导通的 但是呢 这电容它得充电呢 它只要一充电 这两段的压差就出来了 对不对 电容网一走的时候 两段的电压就出来了 哎 妈妈你出来了 两段压差 0.1 0.2 0.3 当达到0.5 7.7 咔嚓 继续 完事 知道了吧 好了啊 这些都是咱们车上用的东西 啊 这些都是咱们车上用的东西 哎 车上用的东西 你得慢慢研究 下面的得先导通 信号加上 它先导通 然后导致了这个从这过来大电流 然后这两段电压开始建立 两面压差出现之后 它才导通 啊 二一不明白 我不跟你说了吗 二一作用是跟这个积电器一样 这个积电器 那个听懂的学员可以走了啊 可以下课可以走了 把那个生涯电路做一下吧 哪个生涯就是不是生涯呀 就自举 自举 自举的电路做一下 啊 另外还有一个事 跟同学们说一下的啊 这个马上开学了 如果有要申报中端文庭的 同学 啊 有要申报中端文庭的同学 这个 可以与我们联系啊 这个马上就可以申报中端文庭了 啊 没有大专的啊 我老师这块合理合法 只能发中端文庭 啊 这是一个 这流离太快了 啊 明天 晚上 腾讯课堂的 气修大师在线 开课 啊 开班仪式 啊 腾讯课堂的 气修大师 开班仪式 开班的时候呢 咱们搞一个活动 啊 搞一个活动 因为这个都是公开课啊 是免费的 不收费 为了增大 在全国气修圈里的影响力 我讲完的啊 我讲完再说啊 我讲完再说这个事 首先我先说一下子 我再重复一遍 这个寄电器为0.5V 就能工作 寄电器线圈 只要够0.5V压差 它就能吸合 那也就是说 这一点的电压 11.5V 它就能吸合 明白吗 如果这时候 你的小手指往这一碰 啊 有没有可能 有电流从这流过 你的小手指 经过人体入地啊 经过人体入大地 那么这个时候 这点的电压压差 有可能出现0.5V 有可能出现0.5V 就有可能 导致它 吸合 对吧 这个现象是咱们 不想看到的 是不是 就我和手一摸 这根线 它就能吸合 这是我不想看到的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拿一个电阻 往这上一接 你这小手指都一小手指一碰 实际上它走的电流是这个 啊 准确的说大电流走的是这个 因为走这了 两端压差 拉不开 拉不出0.5V 它也就不吸了 是不是 啊 知道了吧 就这个电阻属于关断的 就保证你个手指度摸 它也不吸 嗯 嗯 嗯 你听说问电阻选多少的 那我问你几个参数 你能回答我吗 这是三级管还是长管 啊 长管啊 N沟道还是P沟道 啊 闪源开启的电压是多少 啊 然后呢 下面电阻多大 嗯 因为这一跤最重要接地 这个电阻多大 这电阻大小 决定了它的大小 那问了这么多 是不是就完了 因为你上面这些东西 你全没学呢 你说你关心这电阻 就怎么设置 那是怎么设置 啊 设置不了 我现在能告诉你呢 这个电阻是负责防止有信号 有错误的信号导致激电器细合的 这个电阻是导致防止因为从这过来的电流过大把激电器烧了的 这俩电阻的作用明白吗 一个是关断的 这小作用是关断 这小子 是开启线流 说的够明白吗 然后这个电容的作用是啥呢 就这个电路中你要是各个电容 这个就是缓启动电容 就是你这一接地 实际上通电的瞬间电容是短路的 短路的意思就是证明你这一面是12伏的时候 这小子也是12伏 两头全12 对不对 那么两头都12机电器 它不可能吸 对不对 因为它短路的 随后电容开始充电 充电的时候 这两端的电压开始出现了 是不是 因为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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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容的特性开始表现出来了 上面是12 然后这边是电压从11.9 11.9 11.8 11.7 11.6 一旦这点电压变成11.5 就是这个电容充电上正下腹 充到0.5伏的时候 电容两端达到0.5 这机电器咔嚓不不吸它吗 它属于延时吗 那 说不懂三七罐产管 谁让你懂三七罐产管了 机电器不懂吗 我问你有这个电容在 机电器延时闭合 这明白不 延时闭合这懂是吧 那就行了啊 最一能充到几栋啊 啊 这个问题很紫杂了啊 实际上的话 如果这样接的话 它俩电阻等于串联 知道吗 这两个电阻串联 如果这是1k 这是1k 两个1k串联 这一点的电压 就是6伏 对吧 那你这电容充电 也就充到6伏 有完事 如果不考虑这个机电器的话 电阻还有关断作用吗 这个电阻 关断电阻 什么时候出现 这个不接地了 不接地的时候 这个脚 它俩给 用电阻给它短路上 这时候你小手 摸是没有用的 不会有吐发的 明白吗 啊 这个关断电阻 就是在你不接地的时候 这电阻 我都过得过来 他把俩脚给你连上 对 老师身体比去年好 行了 今天的内容呢 就到这了 今天就到这了 这个电阻 这个电阻呢 基本上就没啥东西了 啊 周一呢 咱们再给大家讲讲电阻的串变连 电阻就告一段落先 啊 然后咱们开始学电感 啊 电阻的字举不懂 好 我先把这个广告说一下子啊 中段文凭有需要的 直接找我啊 但是是收费的 这个费用呢 管理员告诉你 然后呢 第二个事 第二个事 明天呢 这个课要开课 要开课呢 这个为了造势 啊 为了造势 这个 咱们这块呢 去年啊 就是咱们现在讲课 就刚才讲的电脑板那个图 就这个图 但是我看着呢 啊 就这个图 啊 就这个图 这是电脑板原厂的图 一共应该是十一张大图纸 十一张 十一张大图纸 咱们去年呢 是卖一百五 啊 去年是卖一百五 然后呢 明天 在腾讯课堂里头 咱们搞活动 啊 免费送 啊 免费送 明白了吧 啊 你不用花钱买 我送你 然后呢 你们拿这个图纸呢 正好我讲这电子 你拿回去看 啊 一模一样的图纸啊 这是大图纸啊 这是大的 啊 我给你卷上 你看 啊 挺大啊 这图纸挺大啊 看 知道吗 知道吗 但是呢 这得说好啊 这事你说好 这个老师图是给你 运费呢 你自己出 啊 你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呢 就是 你选择运费到复 顺风运费到复 可以 啊 第二个选择呢 是你直接打十二块钱 我这边给你游走 也行 啊 就是 就是游费 得自己出 啊 剩下的 这图纸 整个这一大张 这一套图纸 我都给你 啊 哎 这明白了吧 啊 你说老师 那个你收钱 不合适 那我就不收 运费到复 顺风运费到复 你自己付 到了啊 二二 应该是二十四吧 还十八呀 二十四 啊 运费到复 可以 啊 因为为了体现 是咱们送的 知道吧 明白吧 啊 为了体现 咱们送的 你可以选择 这个 运费到复 啊 也可以选择 直接就是 付十二块钱运费 就完事 啊 就给你 啊 目的啊 老师投了这么多 五千张啊 五千份 这个图纸啊 就是为了 把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平台 给他推下来 啊 推下来 啊 然后呢 这个 因为刚开始 我也拿不出什么 别的送的啊 就是这个 是印好的啊 我直接给大家 就给了啊 你拿来当个 学习资料 看看啊 啊 这个 有一定的要求 啊 有一定的要求 啊 就是说 说白了 就是把朋友圈里 发一发 广告呗 发一发 连接呗 就这点事 是吧 那 当天发 当天 当天就给你 这个这个 送 就完事了 啊 就是你又没事 现在你就开始发发 啊 就咱们这个腾讯课堂的 那个连接 你就发一发 啊 就发一发 发一发 就行了啊 然后呢 明天我告诉你 然后你直接过一接图 就完事 啊 一共是十一张图纸 啊 十一张图纸 这都是原厂的啊 原厂头 大的 印好的 因为让老师 投了这么多钱 那 你呢 就是咱们要达到效果 啊 投这么多钱 要达到效果 明白 明白老师用心吧 啊 就是咱们从原来 这个于情于理啊 就各 从各方面来说 多帮帮老师这块啊 咱们这平台 做了做了这么多年 就这么讲 啊 你超不过其他平台 这不应该 知道吗 啊 不应该 啊 一共五千份啊 就五千份 啊 发完就拉倒了 啊 就没有了 啊 这是 17754 柴油电脑板 17754 这图纸啊 你说那我修汽油车的 不耽误你学 不耽误你学电子啊 就是你现在学电子 不耽误你能看看图 刚才这部讲的 这课就是他这个图纸的啊 刚才讲的就是这个图纸的啊 行了 不懂的啊 老师再给你们说一遍 说你怎么能躲到这图纸啊 去翻老师的朋友圈 把那个腾讯课堂讲课的那个内容啊 你在朋友圈里面转发转发 就明天开课的内容转发转发 然后政策我明天一公布 在腾讯课堂里公布啊 然后公布之后 这个 老师这么这个这个原厂的没有汽油车颗蛋 要有我就给你了啊 明天是八点钟开始 也是一个点啊 送完为止啊 送完为止 一共五千份 你今天就开始发就行了 完了明天告诉你怎么回事 你把这一截屏 就利索了啊 我给你讲一下 什么叫自举电容 第一步 电池的正极 电池的正极 正极经二极管 经电容这样入地 首先 这是12伏没错了 这电容冲到12伏 没毛病吧 电容是不是充到12伏 没问题 好 然后呢 你这个开关一合上 实际上呢 是这个电容的电 对这个线圈放电 对吧 实际是电容的电 对线圈放电 是不是 这一放电的话呢 它吸合 是吧 这一吸合呢 这个12伏的电流 从上方这样下来 这就是12伏 对吧 12伏 12伏 就12伏 这是正 这一点 对地的电压 就这一点 对地的电压 就是24伏 对吧 是不是 是不是 这的电压 跟电容的电压 在这串联了 24 这是不是叫 这种现象 电压 是不是升压了 电容怎么放电呢 是不是电容 正负对着线圈 开始放电吗 过一会 这12伏电就没了 这个24伏 有什么用啊 来 我再跟你讲 这个电路实际 是有前提要求的 有前置条件的 我给你换啊 这个积电器呢 在有些产核下 这个积电器要求 必须这么接 那必须这么接的话 现在我问你 你这一接上 正12伏 正12伏经线圈下来 经登陆地 它是能产生吸力 它是吸河了 吸河之后 这面是12伏 这头是12伏 两头都12伏 这机电器不就放开了吗 它不就吱吱吱响 对吧 如果不知道的 我给你做个实验 看 我给你做实验呢 这是积电器啊 这是积电器 对 这是积电器的正级 这俩都是 然后这个负极接这 去通胖 嗯 我给你接着 接灯泡 听声们 这种接法 不得叫唤吗 嗯 嗯 那为什么会叫唤呢 这不就是 因为这幅图 你现在看到的 不是也能用吗 你们家灯 你汽车灯 这样就死啊 一开一开大灯 大灯 嘶嘶嘶嘶 就这么叫唤啊 能 积电器出演就这么跳啊 一打启动 嘶嘶嘶 一个喇叭 喇叭行了 这积电器配合着 嗯 是不是 嗯 说这样是不能使的 说那你那他 而且这电路的必须要求是 这种接法 啊 就是这个 在必须要求这种接法的时候 你怎么办 说这个什么电路能用呢 柴油车 汽油直喷车 它的喷油嘴驱动电路 必须这么使 啊 就柴油供车 啊 汽油的直喷 喷嘴驱动电路 必须是这个接法 就这个位置是接喷嘴的 这么说吧 接喷嘴的 喷嘴这头接地 这个电必须这么送 那你怎么解决 他直直直响的问题 现在不就解决 这响的问题吗 嗯 怎么办呢 我说让你们做个实验 嗯 对吧 你做一个实验啊 怎么能解决想的问题 这样做 不知知想 实际这个电路 就是这样玩的 正十二伏 经二机管 经电容 经灯泡入地 这个电容先冲上电 冲上个十二伏 这个能看到吗 好 电容里有十二伏的 我开关一合上 我的电容的十二伏 是不是开始对细电器放电 他这个电路 这条路是自己走的 这个电流跟谁都没关系 是我电容自己 自己内部 给继电器提供的能量 回来的 是不是这样 跟你外面的这个 电都没关系 这边全没有了 就没有了 只要电容里有电 往上一送 继电器该洗 还洗 对吧 跟电源没关系 现在 是不是这样 这个明白不 因为电是我电容里的电 我电容里面有电 我给这个 电圈放电 跟这个电源 这条没关系 就没有电源 这个电源都没了 我继电器该吸 还得吸 是不是 这对吧 该吸 这些 你说会不会给电瓶充电 给电瓶哪充啊 我电容的正极在这 正极经至出发 经线圈过来 回这 跟谁有关系 跟谁都没关系 往电瓶哪充呢 电容放完电 寄电器的 对啊 电容放完电的寄电器 肯定就断开了 我现在说的是 电容没放完电 电容是充电时间吗 电容放电的时间 肯定比你喷油的时间长 是吧 因为我不需要喷油了 我这个开关一打开 就完事了 我需要喷油 把开关合上 你就喷油 我把这开关一打开 你就不喷了 就是我这个电容里面 存电的 存电的 放电的时间 肯定让你这个 喷油嘴儿供用 是吧 再谈下一个 现在这条电路 是不是跟 有没有电源 没关系吧 现在实际就是电容 在对外放电 这对不对 就等于这个电容 经过开关 再给积电器放电 是不是跟谁都没关系 电容我上证 是12伏下副 跟谁都没关系 好 咱们解决 紧接着连这个问题 说这块呢 是正12伏 其实这只电压 多少伏已经不重要了 十二二百三百 一千都无所谓 下来这是开关 这是灯炒 对不对 最终这个 是不是会吸上 这块一百伏 这就一百 这一千 这就一千 跟积电器吸 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不对 好 然后他们怎么实现自举的呢 这个位置 咱变整12 这个位置是一百伏 那我这个灯泡 这是不是一百伏 这对吧 好 我这是12伏 我这条线只要连上 这是一百 这是负 这是正 那这的电压 对地 这这的电压 对这个地 是不是一百一十二伏 对不对 这不就完事了吗 这不就叫自举吗 电压本来12伏 咔嚓起到一百一十二了 这叫自举吗 那一百一十二 是不是还是 你就是这块 是变一百一十二 这块就一千伏 这是不是一千零 一十二伏 一千零一十二伏 你就这块电压 多少伏 最终继电器 不还是电容在放电吗 跟这个里面电路 有毛关系啊 这这边电路 啥都没有了 我继电器该吸 还是吸 你这电压 一千伏 一万伏 十伏 五伏 两伏 一伏 跟我继电器吸不吸 没关系 继电器吸不吸 是这个电容造成的 知道吗 说吸盒多久 电容放电多久 对呀 你吸多久 电容就放你多久了 但是前提啊 是电容里的电 得够吸电器用的 没有电容 喷油 没有电容 喷油 就不工作了 这不又回到 刚才讲的 科长了吗 没有这个电容 光有这二级管 下来 行 开锅 然后线圈 这个开锅 下来 灯泡 这是一百伏 好 就这个电路啊 你合上 是这一百伏 从这过来了 到这 这是一百伏 只是正一百伏 经这过来 是电流入地 这机电器产生吸力 咔 吸上 这是不是一百伏 这头一百 这一百 机电器是不是就放开了 这不又吱吱响了 又开始吱吱响了 没有这电容 这机电器就开始 吱吱吱吱吱叫唤 约海洋 你有衣服啊 痛哭痛哭的 电压没有 电压升起来 是没有目的的 这不吱吱响吗 所以说 所以说为了 不知之想 这个位置 加一个电容 平时呢 正极经电容 过来入地 电容这样充电 充上电 然后你就看 开关一盒上的 实际电容 在这么放电 电容在这么放 然后机电器 该吸 因为我这机电器 吸盒 实际是靠这电容 在放电 明白了吧 这样的话 他就不就吸住了吗 我就不想了吗 这么吸住了吗 就不想了 因为电容 给这个机电器 放电 就这么放啊 他不就吸住了吗 然后什么叫自举呢 这个自举不是说 我特意想要升起来的 不是那意思 是因为他牺牲这一百了 这电容里边存着一百 嗯 那么这一点呢 对地 那就是二百 哦 是吧 就问一百一十二 咋来的 这不刚讲完吗 假设这个电容里面 是十二伏电 然后假设供电是一百伏 那么他一吸盒 这边就是一百伏 那么电容 加上这一百伏 是不是一百一十二伏啊 你看 这时候看出来了吧 电容串联了 那还能放电吗 电容不是一直高电压吗 我再说一遍啊 有这么一个寄电器 这个寄电器呢 工作它得是十二伏 才能工作 这没毛病 对吧 好 这一边些灯泡 有地 上方这是供电 这个供电呢 就是十二伏 如果你把这头 你弄个开关 这开关是控制的 你这头也弄个十二伏的话 开关一合上 线圈有电 电是经十二伏 经这入地 它吸合 它一吸合 这头就是十二伏 两面都十二伏 这间器不就吱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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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吱吗 吱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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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电容就相当于解电池 我哪解电池行不行 我再找一块电瓶行不行 我再找个电瓶 这电瓶12分电瓶 我接的继电器两寸 我这在这个开关一盒上 线圈是不是有电了 有电继电器是不是咔吸上了 你这头12 无所谓 我这继电器还会工作的 为啥呢 因为我这个电池给这个继电器 这不一直放着电去吗 对不对 就是他一直得吸盒呀 这灯不得一直亮吗 这回就不响了吧 这对不对 这回不响了 那这回又不响了以后 又怎么办呢 那你看这是12 这是12 就这块是12伏 这块是12伏 那他对地之间的电压是多少啊 是不是就24伏啊 那不就这不就得了吗 那我这个电池本来是12 它现在变成24了 这不就是自举吗 这个词叫自举吗 电脑内部开关是不停地开电而吸一下的 我问你 就以这个电容为例 你看 你看 看好啊 我给这电容充成电 充了 这电容里是不是有电了 看着 我这个电容 是不是就是他 对吧 这有电了吧 这是不是寄电器 电圈一碰 咔嚓这不吸上了吗 咔嚓这不是就断开了 嗯 对不对 就是我这电机吸不吸 其实就听这个电容的 这电容都不正在放电吗 对不对 他才能吸上吗 他吸上灯不就亮了吗 那寄电器怎么能选用24伏的 谁说的啊 我再说一遍 这有个寄电器 12伏的 嗯 来画 来来来 换张纸 寄电器 12伏的寄电器 嗯 然后我现在有个电容 嗯 这有个电容 电容里面存12伏电 然后这是除点 那我这晚上一接 这除点 是不是就吸河了 这件事对不 那么现在吸河以后 现在吸河了啊 然后这是灯泡 这头12伏 那这12伏 灯泡吸河 灯泡这块 是不是也12伏 嗯 对吧 而且灯 现在是不是一直亮 只要这个电容里有电 这灯不就一直亮吗 这一点12伏 他把这条线 跟他一连 因为这条线 得连上 这是12 这是负 那这一点 对地多少伏啊 这不就是24伏吗 那这24伏 跟这个积电器 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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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关系啊 这24伏电压 是指这一点 对地的 而这个积电器 人家走的是 这个电容里的电 对吧 那么现在 无形中 本来我这个 这个电压 是12伏 你这个积电器 一吸河 把我这点的电压 从12过 咔一下 起到24伏去了 嗯 这不就升压了吗 这点电压 不就升起来了吗 电容没电 电容电没了 开关还能闭合吗 电容电没了 开关还闭合 闭合啥了 现在电容里没电了 不就等于开关打开了吗 那这还闭合啥了 看懂吗 做实验吗 不告你 做实验吗 还没看懂 我再讲一遍 正12伏 下来 开关 灯泡子 然后我这块 有些电池 这些电池 本来是12 本来是12 现在啊 看 我拿万用表 测电压 现在我这个 开关没闭的时候 我这是不电池的正级 这是不电池负 负基金灯泡入地 正级接万用表 这个电压多少伏 是不是12伏 这对不 那我开关一合上 这块变12了 这是12 这是负 这点不就是24了吗 是不是 是不是 这这12伏电压 跟这12伏电压 串联了 这就变24了吗 这个实验 马上就能做了 看着啊 我先把这个电容 充上电 好 这里面12伏电压 咱俩谁都别动 正负 然后呢 这个是负极 我负极夹上啊 我夹上负 看 往上负 看 然后呢 我这个正级一夹 这个不是正级吗 这夹这不灯不亮了吗 这不正吗 对不对 开关盒 这不正吗 我这个正级 这个正级这块 这不碰到电容的负极了吗 我这个正级碰到电容的负极 这对吧 这是正级 我接到电容的负 好 怎么接着啊 像我接着电容负 这可能看不清烂糟的 是不是 这么烂糟的 看不清 那我这个电容内正 对负极间的电压 这不就24伏吗 你看 你瞅着 这不就24伏吗 这不就24伏吗 线圈怎么得到的 线圈没有24伏回路 哪来的24伏回路啊 谁看见了 现在告诉你 他再回来 这不是 这不是电容的12伏吗 这是不是线圈 线圈一头接这了 接到电池的负极了 然后这是开关 这是不是接到电池的正级了 你这一合上 是不是等于12伏再给线圈 线圈承受的是12伏 但是他的上方对地是24 跟线圈没关系 如果不就能看电池的 这一帮和电池的